《白话东周列国志》 第27回 离姬巧计杀身生 献公临终主寻西 晋吾公族 编著 冯梦龙 易著 夏秋年 波蒋 夏秋年 话说 晋献公吞并了余国二国 群臣都来庆贺 只有离姬心里不高兴 他本想让世子身生被派去攻打国国 但却被李克代替 而且又是一举成功 一时间便没有除掉身生的借口 于是 他又与幽诗商量说 李克是身生的党羽 功高位重 我无法对付他 怎么办 优师说 寻西以一块玉璧和一匹宝马就灭掉余国二国 其智谋在李克之上 功劳也不在李克之下 若能请他做公子西齐和卓子的师父 则对付李克就绰绰有余了 离姬请求献公 于是让寻西做了西齐卓子的师父 离姬又对幽诗说 寻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党的人了 但有李克在朝中 必定会破坏我们的谋划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搞掉 李克被除掉后 我们就可以设法收拾身生了 幽诗说 李克为人 外表刚强 但内心却顾虑很多 我们先用利害关系打动他 他必会保持中立 然后再设法收服他 为我所用 李克好酒 请夫人为我准备一只羊 办宴席 我可以利用陪他饮酒之机试探他 他若肯入伙 则是夫人之福 即便不肯入伙 就当我和他开玩笑 言者无罪吧 离姬说 好计策 于是就为幽诗准备饮酒的器皿 幽诗预先邀请李克说 大夫征讨余国二国 劳苦功高 我准备了一些美酒 想请大夫在闲暇时与我共享片刻之欢 怎么样 李克答应了 幽诗于是携带酒菜来到李克家 让李克与其夫人梦氏坐在西侧上席 自己再拜敬酒 随后在一旁侍奉劝酒 调笑助兴 十分融洽 酒至半憨 幽诗起舞住酒 对李克夫人梦氏说 夫人请我吃饭 我有一首新歌要献给夫人 梦氏斟酒后赐予幽诗 并给他吃羊皮 梦氏问道 新歌叫什么名字 幽诗答道 歌名叫侠裕 大夫若能领悟其意 可饱终生富贵 于是清了清嗓子就唱起来 歌词为 侠欲知鱼于兮 不如鸟屋 众皆急于婉兮 耳读于哭 婉何容且茂兮 知招俯科 俯科行及兮 奈耳哭何 幽诗唱完 李克笑道 什么叫婉 什么叫哭 幽诗说 可以用人来比喻 有的人 他的母亲是国君夫人 他也将会成为国君 根身之茂 众鸟依托 这就是婉 也就是根身叶茂的意思 而有的人 母亲已死 自己也受到诽谤 祸害将至 根摇叶落 五鸟七夕 这就是枯 也就是枯枝的意思 说完 便出门而去 李克样样不乐 就命人将酒席撤去 自己起身 植入书房 又独自在庭院中徘徊了很久 当晚 李克没吃晚餐 挑灯就寝 辗转反侧 难以成眠 左思又想 优是在宫内外接受宠幸 可以随便出入宫廷禁地 他今天唱歌一定是有用意的 只是他欲言又止 话没说完 等天明之后 我应当再问问他 李克挨到半夜 心里极不能忍 于是吩咐左右 把优师悄悄请来 我要问话 优师心里已明白原因 连忙穿戴好衣冠 跟随来人 直入李克的卧室 李克让优师坐在床边 用手轻按着他的膝盖问道 刚才你说的大树枯枝 我已大概明白 你不就是指世子身生吗 你一定听到了什么消息 请你详细地跟我说一说 不可隐瞒 优师回答道 我早就想告诉您了 只因大夫是世子的师父 才不敢直言 我是害怕您见怪啊 李克说 你让我可以预先计划远离祸端 这是你爱我的一片好心 我怎能怪你呢 优师于是低头靠近枕边 小声说 主公已答应夫人 杀死世子 改立西齐 已经定下计谋了 李克问道 还能劝主公回心转意吗 优师答道 主公宠爱夫人 你是知道的 主公对中大夫寻惜的信任 你也很清楚 夫人在宫内主持 中大夫把持宫外朝堂 就算你想阻止 可能成功吗 李克说 听从主公之命杀死世子 我不忍心 辅佐世子反抗主公 我也做不到 如果我保持中立 不帮助任何一方 自己可以免货吗 优师答道 可以 优师于是离开了李克家 李克坐以待旦 便取出往日所写的书简阅读 读到魏力离基为夫人 而让太补过眼 太史书分别占卜 占士一段 屈指一算 恰好十年 李克叹道 占卜占士之术 真是神奇啊 于是 李克前往大夫 批政府家 禀去左右后 告诉他说 太史书和太补过眼算得挂 如今应验了 批政府问 你听到什么了 李克说 昨晚优师告诉我说 主公要杀世子 另立西齐 批政府问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呢 李克说 我告诉他 我保持中立 批政府说 你的话如同火上浇油 你当时应该假装不相信此事 他们见你不信 一定会有所顾忌 而不敢立即动手 你就可以趁机为世子多数党羽 以巩固其地位 然后再趁机向主公进言 使他改变主意 这样一来 成败尚未可知 可你却说要保持中立 从而使世子陷入孤立 立即会遭遇杀身之祸 李克顿足叹息道 太可惜了 我没能提早和你商量 李克辞别回家 上车时装作失足从车中摔下 第二天变称脚步受伤 不能上朝 史官有诗写道 特阳巨响 幽人舞 断送储君一曲歌 堪笑大臣吴远时 却将中立左操歌 幽师将说动李克一事 报告离机 离机大喜 当晚就对宪公说 世子久居屈卧 您为何不把他召回 就说妾很想见他 妾在借机给他施点恩惠 希望我们母子日后免遭旦夕之祸 如何 宪公果然听从离机的话 召申生回来 申生应召回到都城 先见宪公 再拜问安 行礼之后 进宫参见离机 离机设宴款待 两人相谈甚欢 第二天 身声进宫谢宴 离机再次将他留下进餐 当晚 离机又垂类向宪公说道 妾本想挽回世子的心 所以才把他召回以礼相待 没想到世子对妾更加无礼 宪公问道 出什么事了 立机说 妾留世子吃午饭 他索要酒喝 酒至半憨 世子调戏妾说 我父亲老了 夫人还年轻 这该怎么办啊 妾十分生气 没有搭理他 世子又说 昔日我祖父年老 就把我母亲江氏送给我父亲 现在我父亲也老了 他也一定会把他的女人送给我 这女人不是你还会是谁呢 说着 他就想上前来拉妾的手 妾断然拒绝 才免受歧辱 妾以上所说 句句是真 您若不信 妾可以与世子共同游园 您从高台上观看 一定会看到他的无理举动 宪公说 好吧 第二天 离机赵申生前来与他一起游园 离机预先在自己头发上涂了蜂蜜 一进园林 就引来许多蜜蜂和蝴蝶 纷纷落在他的两边 离机说 世子为何不为我驱赶蜂蝶呢 申生只好在后面挥动衣袖 驱赶蜂蝶 宪公从远处望见 以为世子真的在调戏离机 不由心中大怒 想立即将申生处死 离机跪下请求宪公说 太子是妾召来的 若您将他杀死 那就会被人认为是妾暗害申生 再说 宫中男女暧昧之事 外人也不知道 暂且饶他一次吧 宪公于是让申生返回屈卧 并命人暗地调查他的罪行 过了几天 宪公出城到迪环打猎 离机趁机与幽师商议 派人到屈卧对世子说 你母亲齐江托梦给主公 诉说他在阴间饥饿难忍 必须赶快为他祭祀 献上贡品 屈卧也有祺江的祠堂 神生于是就在那里设立祭坛 祭祀祺江 他还派人将祭祀的酒肉送给宪公 此时宪公出列未归 酒肉便被留在宫中 六天后 宪公回宫 离机把毒药掺在酒中 并撒在祭肉上 送给宪公说 妾梦见其江在阴间饥饿难忍 由于您出列未归 便将此事告诉了世子 让他祭祀母亲的祠堂 现在世子送来的祭祀酒肉在此 等候您享用 宪公取出酒器 就要尝酒 离机连忙跪下祖旨说 来自外面的酒食 得先试试是否有毒 宪公说 好吧 于是便将酒撒在地上 地面随即隆起 宪公又叫来狗 把一块祭肉扔过去 狗吃了立即死去 离机假装不信 又叫来一个小太监 命他品尝酒肉 小太监不肯 离机便强迫他吃 刚一下口 小太监蹊跷流血而死 离机假装大惊失色 赶快跑下堂去大叫 天呀 天呀 国家迟早是世子你的 你父亲已经老了 难道你连一个 朝不保夕的人都等不及了 一定要世君吗 说完 双泪俱下 离机再次跪在县宫面前 哽咽地说道 世子之所以要设此独谋 就是为了对付我们母子 请夫君将这些酒肉赐给臣妾 妾宁愿待夫君而死 以满足世子的愿望 说着 取过了酒就要喝下 县公连忙抢过酒来倒在地上 气得说不出话来 离机哭倒在地 恨恨地说 世子真是残忍啊 连父亲都想杀害 何况他人呢 最开始夫君想废掉他 妾坚持不肯答应 后来他在园林中调戏我 夫君又要杀他 妾仍然力劝 如今夫君几乎被他害死 是妾害了夫君啊 县公沉默半赏 然后扶着离机说 你起来吧 我要让群臣知道这些事 并诛杀这个贼子 县公当即出巢 召集朱大夫一事 除了糊涂长期闭门不出 李克声称有脚病 批政府借口外出不来之外 其他大臣全都来到朝堂 县公将身声谋反一事 告诉群臣 群臣知道县公蓄谋已久 全都面面相去 不敢应答 东关武禁言道 世子无道 臣请求替主公前去讨伐 县公于是命东关武为主将 梁武为副将 率战车二百辆攻打驱卧 临行前 县公叮嘱道 世子多次统兵 善于指挥大军 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胡突虽然闭门不出 但却时刻派人打听朝中之事 听说二五准备战车 知道一定是去攻打驱卧 连忙派人密报世子申生 申生将此事告诉太傅杜元款 杜元款说 祭祀的酒肉曾在宫中存放六天 肯定是在这期间被人做手脚下了毒 你必须上书为自己申辩 群臣中难道没有明白事理的人为你说话 千万不要束手就死 申生说 君父没有离击 便会寝食难安 我上书申辩 如果君父不信 只会增加我的罪名 即使有幸让君父相信我 他也会袒护离击 未必加罪于他 这样一来只会伤君父的心 还不如我死呢 杜元款说 暂时可先到别国 等今后再相机行事如何 申生说 君父还没查清我的罪过 派兵讨伐我 我若背着弑父的恶名出走他国 人们将把我比作猫头鹰之类的凶恶不孝之人 若我出走后归罪于君父 这是张扬君父的恶行 况且张扬君父的恶行 必然会被诸侯们耻笑 我在国内受困于父母 在国外受困于诸侯 这是陷入双重困境啊 我弃君脱罪 是在逃死 我听说 人者不张扬君主之过 智者不陷入双重困境 勇者绝不逃死 于是给胡图写信说 申生有罪 不敢贪生 虽然如此 君父已老 公子稀奇还年少 国家多难 还望大夫努力辅佐 申生受您的恩惠很多 虽然死去 但在九泉之下 也将感激不尽 随后向北跪拜 自溢而死 申生死后第二天 东关武率兵赶到 他们见申生已死 便将杜元款抓起来 压上囚车 并向县公禀报说 世子自知罪不可逃 已经自尽 县公让杜元款 证明世子之罪成立 杜元款大喊道 天啊 冤枉啊 我杜元款之所以不死而被抓 正是想替太子表明心计 祭祀九肉在宫中 曾存放了六天 毒性岂能不失效吗 黎姬从屏风后面 急忙喊道 杜元款对世子辅导无方 为何不赶快把他杀死 县公于是命令历世 用铜锤将杜元款头部击碎 杜元款惨死 群臣全都暗暗流泪 梁武东关武对幽师说 宠尔一武与世子是一党 世子虽死 这两位公子还在 我们很担忧 幽师将这些话告诉黎姬 让他将两位公子召回 黎姬又在半夜向县公哭诉道 臣妾听说 宠尔一武 实际上是身生的同谋 两位公子把身生之死归罪于臣妾 终日操练兵马 想要攻入国都杀死臣妾 以图大事 夫君不可不查 县公当时还不大相信 但第二天早朝时 就有近臣禀报说 蒲城和驱城二位公子前来朝拜 本已到关 但听说世子之变后 就立即返回了 县公说 不辞而去 必是同谋 于是派四人薄迪率兵去蒲城捉拿公子宠尔 派大夫贾华率兵前往驱城捉拿公子一无 糊涂将刺子胡眼叫到跟前 对他说 公子宠尔肋骨连成一片 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天生奇象 而且向来贤明 将来必能成事 况且世子已死 按顺序也轮到崇尔当世子了 你赶快去蒲城 帮助他出逃 和你哥哥胡毛同心辅佐他 以图日后行事 胡眼遵从复命 连夜赶到蒲城投奔崇尔 崇尔大惊 与胡毛胡眼兄弟正在商议出逃之事 伯迪的兵马已到 蒲城人想要闭门聚首 崇尔阻止道 军命不可为啊 伯迪因此攻进蒲城 包围了崇尔的住宅 崇尔与胡毛胡眼逃到后院 伯迪舰追赶 胡毛胡眼先翻墙逃出 正准备帮崇尔翻墙 后面赶来的伯迪拉住崇尔的衣袖 一键斩断 崇尔趁机得以逃脱 伯迪只得带着砍断的衣袖 回去报告献功 崇尔胡毛胡眼三人 于是逃往敌国 敌国国君曾梦见一条苍龙盘踞在城上 这时见晋国公子崇尔来到 于是欣然接受 不久 城下又陆续来了几辆小车 几乎打开城门 崇尔怀疑是晋国的追兵 便让城上放箭 城下的人大叫道 我等不是追兵 而是愿意追随公子的晋国群臣 崇尔登城观看 认得其中为首之人姓赵 名崔 自子渝 他是大夫赵素的弟弟 也是晋国的大夫 崇尔说 子渝前来 我无忧虑了 于是立即让人打开城门 把他们放进来 这些人包括虚臣 魏秋 胡叶姑 癫邪 戒子推 仙枕 他们都是名士 其他愿意执鞭附陀 奔走效劳的 还有胡淑等数十人 崇尔大惊道 诸位在朝做官 为何要来这里 赵崔等人齐声说道 主公施德乱政 宠妖姬 杀世子 晋国早晚一定会大乱 我们向来知道公子宽人下世 所以愿意追随公子流亡 敌国国君下令打开城门 放晋国的臣民进来 众人入城后 拜见公子崇尔 崇尔哭着说道 诸君能够齐心协力辅佐我 如肉复古 从而生死不敢忘记诸位的恩德 魏秋 搂起袖子上前说道 公子在蒲城多年 蒲城人都愿意为公子赴死 如果借助敌族 再动员起蒲城百姓 杀入国都匠城 朝中积怨已深 一定会有人起来响应 到那时 清君侧之恶人 安设计 俯百姓 难道不比这样流离道徒 寄身别国为好 崇尔说 你说的虽然是豪言壮语 但攻打国都 使君父受惊之事 却不是我这个流亡他国之人敢干的 魏秋是一个勇夫 他见崇尔不接受自己的建议 便咬牙切齿 顿足说道 公子害怕离击之辈 如同害怕猛兽蛇蝎 这样何日能成大事 虎眼对魏秋说 公子并不是害怕离击 而是害怕那样做 会使名声受损 魏秋于是不再多说 前人有古风一篇 单说追随崇尔逃亡的群臣盛况 蒲城公子遭谗辩 伦提西指奔如殿 丹囊杖剑和纷纷 英雄近世山西宴 山西朱宴争香丛 吞云土宇兴罗兄 文臣高等晴天柱 武将雄跨驾海洪 君不见赵成子 冬日之温撤人水 又不见司空记 六掏三掠饶养经记 二胡肺腑兼尊亲 出其治便圆如伦 未抽脚脚人中虎 甲驼强力清千军 滇邪昂藏独行义 直哉先枕凶无至 子推借节水与愁 百炼监金任魔力 携行上下如掌骨 周流便利秦其楚 行居寝食无相离 患难之中定尘主 故来真主百灵福 风虎云龙自不孤 梧桐重就鸾凤吉 何问朝中晚共枯 冲尔自幼千功下世 从十七岁开始已经带胡衍如父亲 带赵崔如师父 带胡叶姑如兄长 凡是朝野名士无不结交 因此虽然他患难之际出逃在外 但仍有许多豪杰愿意追随他 大夫系锐与吕生是默逆之交 国社是公子宜吴的母舅 这三人来驱城投奔宜吴 相见时告诉宜吴说 贾华的兵马很快就到 宜吴立即下令收兵回城防守 贾华原来并没有抓获宜吴之意 他赶到后 有意放缓对驱城的包围 并派人暗地告诉宜吴说 公子应快速逃离 否则进兵一到就无法脱身了 宜吴对西瑞说 崇尔在敌国 我们也投奔那里如何 西瑞则说 主公兼称两位公子同谋 所以才派兵讨伐 如今你们兄弟二人 虽然不是同时逃离 但若逃往同一个国家 那离姬就更有说辞了 晋国将会派兵去敌国 我们不如去梁国 梁国与秦国临近 秦国正当强盛之计 况且又与晋国有殷亲关系 等主公百年之后 我们可以借秦国的力量 重返晋国 宜吴于是便逃往梁国 贾华假装追赶不上 以宜吴逃走为借口复命 县公大怒道 两位公子一个也没抓到 你是怎么用兵的 当即贺令左右 将贾华绑起来斩首 批政府奏道 主公以前派人修筑 蒲城和驱城 从而使两位公子 可以聚兵准备 因此这不是贾华的罪 梁武也奏道 宜吴的才智平庸 不足为律 崇尔则素有贤明 多位名士追随他而去 致使朝堂为之一空 况且 敌国与我国又是世仇 若不攻打敌国 除掉崇尔 晋国必定后患无穷 县公于是赦免了贾华 让人召来搏迪 搏迪听说贾华几乎被斩 就主动请求率兵伐敌 县公准奏 搏迪率兵到达敌城 敌国国军也在采丧布下重兵 双方对峙两个多月 批政府向县公禁言道 父子亲情 没有恩断义绝之礼 二位公子罪恶并未彰显 既然已经出逃 对他们如此追杀 是不是太过分了 况且与敌国作战 不见得有必胜的把握 徒劳我军 被邻国耻笑 主公还是主动撤兵吧 县公略微回心转意 于是赵伯迪班师回国 县公怀疑其他公子 与崇尔一无是一党 日后必然会是 西齐继位时的阻力 于是下令将其他几位公子 全部赶出晋国 从此晋国的公族 无人敢留在国内 瞎注 这就是典故 晋无公族的来历 县公于是立西齐为世子 除二五级巡西之外 百官无步人人扼腕痛惜 许多人称病告老还乡 当时是周湘王元年 晋县公二十六年 这年秋天九月 县公奔赴魁秋 可惜未能赶上参加诸侯盟会 他在返回途中生病 急忙回国还宫 黎姬坐在县公脚旁 哭着说道 父君遭受骨肉裂痕之祸 将公族全部赶走 而立臣妾之子 您一旦有个好歹 妾一个妇人 稀奇年纪又小 若群公子携外援前来夺位 臣妾母子可以依靠何人呢 县公说 妇人不必担忧 太妇巡西是一位忠臣 没有二心 寡人会把右军托付给他的 县公于是把巡西照到床前 问道 寡人听说 事之立身 忠信为本 请你说说 什么是忠信 巡西答道 尽心是主为忠 死不食言为信 县公说 寡人想把 世孤利弱的世子 托付给大夫 已能答应寡人吗 巡西叩头答道 臣岂敢不尽心竭力 以死相报 县公不绝泪下 黎姬放声大哭 屏风外面都能听到她的哭声 数日后县公去世 黎姬抱着西旗 将她交给巡西 当时西旗才十一岁 巡西遵照 县公遗命 奉西旗主办丧事 文武百官都来哭丧 黎姬也根据县公的遗命 拜巡西为上卿 加封梁武 东关武为左右司马 这两人派兵在国中巡行 以防不测 国中大小事物 均要禀告巡西而后行 以明年为新军元年 并向各诸侯报丧 究竟西旗能当几天国君 解听下回分解